自从艳交门事件后 陈冠希名声已落前掌 只传当时的老板林建月 为其垫付1500万赔偿广告商损失 让冠希哥背下巨额债务 14日陈冠希出席某活动 只为在港露面的他表示 最近忙于拍摄电影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还债 才宠出江湖呢 其实我跟那些制作公司 然后他们的investors 其实第一次认识 所以不会这样 然后其实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就每天很开心在拍戏 所以如果你是我 你也会这样子吧 我觉得所以你们可以做什么的话 我每天起来都蛮开心 自从成为很差很暴力的冠希哥后 陈冠希似乎已经被贴上标签 如今重新开始拍戏 戏路的选择是不是也该有所变化了呢 我太久没有演戏了 所以其实我演什么角色 都会觉得有挑战吧 所以其实好像三四年没有演戏 所以 觉得每一场戏都 不知道蛮惊讶蛮好玩的吧 虽然观众五年后 见证淡忘了当年的宴兆门事件 不过有史为鉴 冠希哥你还是长点心 别再弄出下一个宴兆门就是了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看见 观众 墙